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词 作词 计划 录音乐 Hawaiian制作 录音乐 推广的 我们是所谓的... 半价班 推广 城市 太极拳 老价一路 为什么要推广 现在这个拳 我们在台湾 拿了很少 但是我讲的以后 大家都有觉着说 哪有学教 大家知不知道 在我們太極拳的花園地在 河南省合文縣 陳家庫這個地方 他就是陳氏太極拳的花園地 從陳常新 和汪廷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以後的陽師太極拳 吳氏 吳氏 孫氏 他們都是從 以陳氏為基礎 接下來呢 我要介紹的為什麼是陳氏 特別重要 我講一個 現在大陸上 我們大陸 大陸就是有一個阿里巴巴集團 他們的一次 總裁 董事 董事的主席 叫做馬雲 馬雲他們這個集團 阿里巴巴集團交集團 他們現在 在進入他們的員工的時候 新進員工的時候 每一個人 你現在我們這邊請個禮拜 你那些陳氏太極拳 到底要適用其反的時候 他就來 叫你打一套 然後再決定 你要不要 所謂的在我這邊 我要在我這邊 決定你的去 所以相當的重要 那這一套拳 一學一懂 然後 不分年齡 都可以學 相當簡單 而且如果 我們講 太極拳一方面可以 強健很生 愉悅很生心 另外我們又學到一些 譬如說 進到外面再打了 十三次 二十四次 三十六次 五次幾 四十到一百十一次 他們這些太極拳 都是由陳神 就 漸漸的他們把他 出去外面以後 繼續在自己 再裝一個新的拳突 所以你覺得誠實以後 你會覺得說 那你打的這些拳突 可能會有誠實的餘肌 所以我現在 因為時間有限嘛 我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 他這個是以柔為主 以柔 柔多鋼少 我們時候打拳 有人像他們柔 柔是 柔 他這個是柔 柔為主 柔柔鋼少 我們現在用很短的時間 簡單的 前面的兩三招打一下 然後拜託我們有一個 記憲的書 幫我做一個 打了以後 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太極是一個 殘道 太極是殘道 打殘棲那個殘道 太極殘 它是 每一個出手 它是一個用意 它有一個含義 所以你要知道 它的含義以後 你會覺得很有權 我現在簡單的 把這個 大概三四招 拿完以後 然後把其中的一個招 叫做 金剛導隊 金剛導隊這個招 是 陳氏太極拳 老家英 母士 所謂母士 都相當重要的 金剛是 等一下 大家可以知道 金剛是 很有力氣的一個 母士 然後導隊 導是 導女 我覺得 對 也是一個實就 等一下 我就大概 不會把 所謂的這個 母士介紹 因為時間能滿優 我可能介紹一種 更多的時間的話 再介紹其他的 現在簡單地 拿一個 從啟事開始 大概三招到四招 然後把其中最重要的 母士 金剛百倍 跟大家解釋一下 接下來就金剛導隊 這個很重要 金剛導隊 請大家五招 拜託 拜託 記者 總共大概可以 一個金剛導隊 你只要學會的話 其他的都很簡單 大概我可以指示 因為我才藝 剛才我有這個動作 比如說我剛開始以後 我是不是有一個 就是 就是 這個叫做一個呂 學過太極拳的有沒有 彭麗吉岸 剛開始 這個是個棚 這個 他走出來 我是不是把他抓過去 這是個呂 這個呂 呂完了以後 我剛才有沒有 就是 就是抓住他以後 就是一看 我剛才有這個動作 然後 蹬他的心肝 城市太極拳 所有的開腳 通通是蹬 蹬人家的腳 抓來以後 蹬腳 接著 我是不是有做這個動作 這是一個療 療療 打這個 這樣子 療 療人 再下去我有沒有這樣子 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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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長是太極拳裡面幾乎都有船長 船長 聊了以後 船長 最後我有沒有這個動作 不是打架 太極拳是修身養性 就是簡單這樣子 上去以後 最後有一個 他的意思就是說 對方被我打倒了 我把他 正經 簡單介紹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還有一個比較剛的 以後再介紹 如果有機會 大家來互相研究 因為這段相當流行 在大陸上 相當的流行 台灣現在打得滿長的 有機會 大家來一起共同研究 共同接觸 謝謝各位